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股跌停 但是跌停板也有600多架700架 跌幅9%的个股也有1000多架 所以说接近千股跌停 但是今天只说跌的不过多 主要还是创业板在继续挤泡沫 那么起因原因之一呢 可能是明天3月1日的这个注册室的过渡期的实施 所以说创业板的泡沫一直在挤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月线本月的收官之战 收一个是新线K线形态 这边K线呢 我们看反弹的力度呢 并没有进入实体的一半以上 所以说反弹力度非常弱 特别在3000一点一代的明显收压 而且呢盘中的这个两根均线呢 一个是60月线 一个是30月线 一个是120月线啊 都构成明显的压制 所以说月线收官呢 最后落在了这两根均线之下 那么证明前期这个大阴线的压力啊 非常大 还要有惯性探底的过程啊 这在我们盘面上目前表现出来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月线的MCD呢 真的往灵州赶啊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灵州位置收不住呢 整个月线级别调整 那时间会延长得很长啊 可能就是两三年 所以说呢 月线要在这个位置撑住呢 大概支撑在2500点就要收住啊 这是大级别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盘面的一些表现啊 今天大盘是早盘啊 我们看到一个机 呃 这个资金方面呢 是蜂拥而出啊 挤兑出厂 资金快速往外流 迅速就在半个小时里面 下撒了4.5%啊 4.5对不对 很明显 然后一直在这个位置震荡啊 并没有后面啊 一直没有怎么创出新低 最低呢也是跌到了2638.96 稍微免然创入新低之后呢 构成一个5分钟的底背离 然后由于权重的护盘 特别是银行证券 以及石油的护盘呢 这个权超级的权重的护盘呢 才拉回去啊 那么离最高 离最低的呢 有50个点左右 2687和2638 大概有50个点不到啊 49点 但是我们看到中小创呢 是一点反弹都没有迹象 只有部分的这种啊 权重股呢 跟风稍微谈了一点点啊 然后全呃 整个盘面上的煤炭钢铁的 供给侧改革呢 还算相对来说有点活跃 抗跌个股呢 非常明显 但是警方这些个股不跌啊 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有事清楚 像铝叶啊 然后部分的小部分的个股呢 有一定的表现啊 大农商品最近呢 在反弹啊 等一下我们再来接下来 大农商品这一款啊 油的走势 好 上车我们看一下内部的结构啊 内部的结构形态 这是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一个下跌 是从292987下来的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趋势线 对不对 目前趋势线大概落在了27附近啊 27附近 明天大概落在了27附近 好 关键的是我这里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盘整背驰啊 背驰和背离的区别 在这里再跟大家好好的讲一下吧 中枢平台很明显 就是我们上周五震荡的一天的一个平台 好 下跌过程中啊 中枢平台的前后两段 构成了背驰 这种背驰呢 只有一个中枢 它叫做盘整背驰 让我们看一下呢 整个面积啊 面积跟前后的面积对比 显然呢 前面啊 这两个面积加起来应该是比后面这个大 也就是说在力度上 面积代表力度 力度上呢 这里发生了一定的盘整背驰 也就是说 后面的力度没有前面的大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我们从K线形态 今天的大盘K线形态也看得出 上周四跌了6% 今天是跌了2.86%啊 所以说整体呢 肯定是力度上 没有当时那么大 那么 这个盘整背驰如果说大家看不出来啊 这个盘整背驰如果大家看不出来 没有关系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背驰段里的背离段 也就是说背离段里面 背驰段里面又发生了背离啊 又发生了背离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 是一种叫做我们足迹T归下的区间套理论 如果说大家想学习这种理论的话 我们这里当然时间有限 想学习的话 可以免费的加入我屏幕相关的科学呢 与在线的这个老师呢 进行沟通啊 我们也会在线的 跟大家沟通盘面的情况 这是上阵啊 五分钟级别的这种情况 好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呢 其实是啊 在日线级别 我们看到是二次探底 今天同时探到2638啊 离最低点2638.03 2638.30呢 只有0.6点的一个幅度 就马上破新地 所以说这里好像有个反弹 是不是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今天这个主题呢 其实是告诉大家 上半场啊 可能结束 下半场还没来到啊 所以说未来还有下半场 这个下半场怎么区分下来的 或者说怎么判断 这是中场休息的话 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好不好 刚才依然说到这个中书 是五分钟级别的啊 这是一个中书 然后这个最低点呢 这个最低点是多少呢 大家啊 可以去图上查一下 大概是2716点 对不对 2716点 而我们的下跌趋势线呢 大概明天也会漏在这个位置啊 27 啊 这个趋势线27附近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五分钟的120周期线呢 这个线 到明天为止啊 大概目前是落在2729 明天为止大概是落在2720 也说离这个2716呢 都不远啊 所以说2716啊 如果说一旦被击串的话 啊 一旦被击串的话 那么就突破的话 往上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级别的扩展 这个级别扩展 就是迎来中场休息啊 我们可以认为 级别扩展 那么未来 走入下半场的话 就要注意了 啊 2720应该是明天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位 一旦突破277以上 是一个重要区 如果说没有突破2716 那么这里连一个中场休息可能都还不算 啊 还不算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 为什么说中场休息这个 呃 如果说突破2716算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 未来怎么样才能抄底 或者是做反弹 是不是 我个人呢 未来至少要一个 30分钟一个底背离 目前呢 出现一定的力度上的背离 对不对 我们在小级别看到了 但是黄板线并没有出现 这个信号并不明显 如果说未来反抽一下 再往下跌 啊 然后背离的话 再拉起来 这个力度会大 啊 那我在上周的解盘视频里面呢 跟大家也明确的讲过一个观点 当时我说这是一个稍老的话题 是不是 一个多级别共整买点的问题 也就是周线 日线 以及60分钟的底背离呢 都可能 会形成 这个时候呢 会送来年内的第二波红包 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带大家去操底啊 当然会不会是形成第二波红毛 并不知道 但是这里一旦买点出现 我就会提示大家 好不好 啊 如果说啊 你还找不到这方法的话 你可以免费的加入我屏幕下方的QQ群 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 好 这是上阵啊 目前多级别的一些情况啊 然后周线 月线呢 我跟大家也说过啊 是吧 月线的这些支撑呢 大概是落在啊 2500附近啊 2500附近 我当然上周的跟大家专门讲过这个话题 大概是2400啊 80点左右 对不对 这个位置的一个中枢 周线级别的中枢啊 那两下五附近呢 肯定会形成一个共振 如果说形成一个日线背驰的话 日线级别 这是周线啊 日线级别形成一个背离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成了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 应该可能会走到两会以后了 也就是说周线可能还会走两周 到三周的样子 往下慢慢踩 然后呢 回来啊 所以说周线啊 两会以后可能可能会出现 一个行情 大家如果说想抓住的话 这波行情 未来这一波 大概会反弹哪里 我们会在群里 跟大家解释 好不好 如果说你有兴趣了 你可以免费的加到我屏幕 下方的客户群 好 这是上证的情况啊 好 板块方面 我们看到今天板块 其实是权重护盘 是银行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是大金融 大金融呢 主要是银行啊 也是银行这一块 然后去券商啊 老券商 主要是海通啊 然后呢 像中信啊 这块的在尾盘护盘 动作啊 石油啊 中石油尾盘拉一下 对吧 啊 油改方面 还是比较强劲 啊 其他方面呢 都不算很强 钢铁一部分啊 然后煤炭也一部分 是不是 都是权重力在护盘 所以说指数 尾盘收窄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啊 那么中小创 我们看到 今天第一天板呢 是达到了 今天涨天板只有 十架 十二架啊 十三架 那第一天板呢 我们看到 经营有六百多架啊 七百架 对不对 啊 到这个位置呢 都有 接近七八百架啊 六百多架 第二百万一九的 货化呢 超过百分之 三十啊 也就三千只股票 大概有一千来只 跌幅在百分之九附近 啊 所以跌幅还是很惨的 大部分处在呢 是创业板 我们看到 创业板也四百九十 九只股票 四百九十 九只股票 今天也跌幅 百分之九的 到三百只 也三分之二的是 创销板 对不对 接近三分之二 所以说 大家还是要 对手中的个股 进行一些操作啊 不要武动于衷 不然的话 在这种 这样的事里面 最容易的 受伤的还是自己啊 因为老师 在群里提示 还是无法帮你去控制心魔 自己心里抱有个幻想 总觉得 可能会搁在最低点 你往往抱有这样的幻想 往往就更难下手 大盘不会等你的 实际啊 往往实际 特别是做投资 往往决定是要你在一瞬间 一个买点 一个卖点 就马上错过了 稍顺即逝 如果说你追求完美的话 更难 是不是 我们不可能买在最低点 也不可能泡在最高点 我们只要追求一个 折中的 结果就行了 而现在很多人 结果是身套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甚至有 从四千多点扛下来的 我的天呐 大家 可想而知 未来的反弹 跟你八毛钱 关系都没有 真的啊 因为可能反弹的 不久 你就会割掉 然后退出故事 信心全没 当割掉之后 真正到 可能两千多点 见底的时候 你又是走过一半的时候 可能你又回来了 对 市场就是这么残酷的 对我希望大家能够吃一剑 长一智 这个市场需要的是总结和学习 不是你一味的啊 随波逐流 没有用的 这个市场的成功率非常低 这百分之三左右 如果说你一定要达到这百分之三的人群里面去 你就必须要花比别人多三十倍的 努力 学习和总结 有人靠这个吃饭 对不对 如果说不靠这个吃饭 这个市场只有两种结果 要么当炮灰 要么你就成功 好 那么这是 双阵啊 这个情况也跟他稍微聊点心啊 也聊点基础 然后呢 各个方面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并不是说啊 关注 因为像目前这种行情 对于手慢的 能最好不要叉急啊 上周三 日午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下四川双嘛 这是股票 超低啊 但是今天跌破了 实现啊 没有拉回去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不要随便去操啊 不要随便操 然后关注的 下午本身关注的是钢铁 抗跌 形态也走好 而最牛的是你 林刚啊 并没有选中 没有选中这样的票 是不是 虽然再次选股 因为放在靠后 所以一直没有关注 而是关注了黄林刚铁这样的票 没有 但是短线啊 当然形态还在 今天勉强 跌在无线之下 如果是浓试上去 还有机会 因为今天也说了点量 好 其他个股呢 尽量啊 不用去操底 也不用去 做做反弹 这一块啊 千万要记住 千万要记住 然后只有等 因为你只有学会休息啊 学会休息 空仓 或者清仓 然后在反弹过程中 我让你操底的时候 你重仓就操一把 很可能你就回来了 对不对 反弹的时候要叹难 下跌的时候要谨慎 这个市场上啊 很多名家说过很多话 很走心 但是我们往往啊 自己想想 却做的不是那样 是不是 因为他们都是智慧的这种总结经验的总结 对不对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点评就到此结束 我们看一下大东 这一块 大东这一块是农油啊 产权这一块 产权这一块 产权这一块是日线级别的一个 调整啊 我跟他认为 调整的目前的压力位是日线级别是22386线线 我上周我说过2247也是三线线 而六线线的这个支撑压力呢 还在 盘中虽然涨到了2003 但是还是被派回来 是不是 这个压力 目前一段存在 而在60分钟 我跟大家说一个 一段是中枢啊 刚才在大盘点评的中枢 这里一段点评一个盘倍 这是一个60分钟的一个几段走势 走大概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一个前后的对比 很明显 最后一段的上涨呢 面积是没有前面大的 我们这里是对比 MACD红柱的面积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一旦跌破零周之后呢 稍微反弹 压力量2200 前面还有一个压力量是2238 刚刚看到了 是不是 这两个压力呢 是逢高做空的一个位置 逢高做空的一个位置 那么上周我跟大家点评的 做多了 大家从 因为60分钟没走完 是不是 大概是2200左右 最后冲到230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了 这个位置呢 可以往下走 支撑位呢 我们看均线系统 60分钟这个位置呢 大概是落在2146 也就是说大概有30点的空间 但是这个产权市场呢 它跟踪的是全球原油市场 所以多注意一下外围 美国的一个库存呢 以及欧派克的一些决议 那么目前整个原油市场呢 在这个位置呢 焦灼的激烈的一个对抗 对不对 都是各个国家的这种意志的体现 各方利益的一个体现 所以说呢 在做这个投资评论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风险 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话 可以免费的加入屏幕 下方的各个学员 进行一个在线的了解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